这天,小树蛙来找狐狸猫玩 到了中午,两人决定煮咖喱当午餐 狐狸猫被安排洗菜、切菜的工作 正要切马铃薯时 小树蛙出声提醒 要记得切小块一点 狐狸猫好奇为什么要切小块一点 小树蛙回答 因为这样才容易煮熟 也比较会入味啊 狐狸猫这才想起 之前去烤肉时 也有发现要把完整的一条鱼烤熟 需要等上好长一段时间 但是如果把鱼切成小块或薄片状 会让鱼熟得比较快 难道食物熟的速度 跟食材接触火源的面积有关系吗 对于这个疑问 小树蛙建议一起做个实验 看看反应速率是不是受到接触面积的影响 做实验前 他们先准备了不同形状的大鲤盐 有块状 颗粒状 和粉末状 还准备了三个分别装有5毫升 0.1mol盐酸的试管 小树蛙说 大鲤盐的主要成分 是碳酸钙遇到盐酸 会产生二氧化碳 透过观察 二氧化碳的产生速率 就可以判断相同质量 不同颗粒大小的大鲤盐 是否影响反应速率的快慢 接着 他们将块状 颗粒状 和粉末状大鲤盐 各别放入锥形瓶里 先将5毫升 0.1mol的盐酸 倒入装有 块状大鲤盐的锥形瓶 再套上气球 接着观察 锥形瓶底部气泡产生的速率 然后再对颗粒状 粉末状的锥形瓶 重复同样的实验步骤 在做实验记录时 狐狸猫惊奇地发现 壮有粉末状大鲤盐的锥形瓶中 泡泡冒得最快 气球也最先被填充且膨胀起来 再来是颗粒状 最后才是块状的气球 这就表示 原本的预想没错 物体的接触面积 会影响反应速率 接着狐狸猫与小树蛙 将它们分别称重后 三者的总质量几乎相同 表示虽然反应速率不同 但最后生成物质量几乎相同 实验结束后 狐狸猫还是不理解 物体接触面积 为什么会影响反应速率 小树蛙解释 接触面积会影响反应速率 是因为同样大小的物体 分割越细 露出的表面积就越大 所以粉末状大理盐的总表面积 大于颗粒状的 颗粒状的总表面积 又大于块状的 而当大理盐总表面积增加 表示和盐酸的接触面积也变多 粒子间碰撞的机会越高 有效碰撞的次数也就越多 产生化学反应的反应速率 就越快 不过虽然反应物的接触面积 会影响反应速率 但不影响生成物的质量 当我们把三种不同颗粒大小的 大理盐与盐酸反应后 可以发现粉末状的大理盐 产生的速率最快 但是最后生成物的质量几乎一样 狐狸猫觉得很有趣 这时小树蛙又提出了 几种不同现象 荧幕前的你 是否可以帮狐狸猫找出 哪一个现象 跟它们做的实验原理一样吗 你想到了吗 从削成羽毛状的火煤棒 比原本的竹块容易点燃 这个选项可以看出 当竹块的表面积改变时 产生的反应速率也不同 将食物放到冰箱保存 是改变环境温度来影响反应速率 而氯化芽菇的颜色改变 是放热现象 虽然也会产生化学反应 但与物质表面积较无关联 跟前面提到的实验并不相同 接着 小树蛙和狐狸猫说 还记得我们去参观面粉工厂时 工厂很多地方 都贴着炎镜烟火的标语吗 其实这和表面积与反应速率有关哦 狐狸猫表示很疑惑 无法联想到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荧幕前的你 也一起动动脑筋思考看看吧 曾经台湾某知名游乐园 就是因为没有注意到粉尘的影响 而酿成汗式 所以像是矿坑 面粉 即饰料工厂 锯木厂或是金属切割厂等 容易产生大量粉尘的地方 如果这些粉尘可燃的话 就要严禁烟火 以避免发生粉尘爆炸 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 做了一个重点整理 大小相同的同种物质 切分的颗粒越小 总表面积越大 反应物表面积越大 粒子碰撞产生反应的机会越高 反应速率也随之变快 最后 和狐狸猫与小树蛙 一起来脑力激荡吧 想一想 一旦发生沉暴事件 通常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但这是可避免的人为灾害 除了在现场严禁烟火之外 请试着从影响反应速率的方向 思考一下 我们可以怎么防止沉暴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区 和我们分享哦